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他出狱之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调查死者秦飞的点点栏目 从而让自己成为秦飞 秦飞的身份干净学历也高 这对于郑秋冬这个希望身份背景就绝对完美的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郑秋冬利用秦飞的身份被职场猎人林拜发现 并在林拜的操作下顺利进入山谷公司 可就在郑秋冬以为一切都在按照自己预想的诡辑发展的时候 意外终于出现 一个公司高层自然不会是一个被人忽视的人物 领着山谷集团人林资源部总监的位置 他露面的机会很多 认识的人自然也不会少 而这些都将成为一个谎言被彻底揭开的重要原因 果然很快郑秋冬的身份便被揭晓 他不仅被山谷公司解雇 更是被拉入了人林资源部的黑名单全网公开 这一下郑秋冬再一次迎来了一场灾难 没领见人没有公司敢要 他就像是一个被上天抛弃之人一般 我对你的人品已经毫无信任 我们有责任让所有的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本剧这一剧情虽然套路不新鲜 但教育意义却不能不说深刻 对于有着和郑秋冬一样实验的人来说 无以水醍醐灌点的一个好剧情 受过狼狱之灾怎么了 习心革面重新做人 能完成改造就同样是一个好公民 就像郑秋冬一样 在经历了这番打击之后 他终于认清了现实 终于还是决定做分自己了 其实也只有一个真正的自己 才是无懈可击的 在经历了这番打击之后 在经历了这番打击之后